2014士林官邸局长 昔日起到30号于士林官邸公园热闹展开 已吸引了近18万参观人士 这次的主题是爱药局时 因此官邸内规划了许多与爱相关的花卉艺术 还有许多表演活动供民众参与 请听记者施星宇采访报道 士林官邸今年打造六大户外展区及三大室内展馆 全是不同阶段的爱 配合2014爱妮仪式热潮 特别以菊花传情 运用大力菊 悬崖菊 嫁接菊 大菊 小菊及多元丰富的素材 来展现爱药局时的主题 借菊表达心中的爱意或敬意 参与局长的花卉艺术家谢贵璇老师表示 花卉艺术不单单只是插一朵花 刚踏入这个花艺的世界 也是从透过看展览开始 然后觉得颠覆我们以往插花的想法 就以往插一盆花出来 跟所谓的花卉艺术就不一样 所以透过很多活动可以让民众了解说 何谓所谓的花卉艺术 就是不单单只是插一盆花而已 除了花卉艺术 还要展出画家胡复金老师笔下 八幅少见的一百号菊花画作 周末则结合DIY课程 露天音乐会 街头艺人表演 原住民歌舞 布袋戏和造型气球达人的现场创作 欢迎民众一起到士林关底 感受主题花卉装置 一起谈局说爱 新电台记者施星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